奇怪 我沒有做錯操作啊 你他媽要怎麼打我 好像我做錯什麼事情一樣 就這個以玩家的遊戲體驗來講 是非常不舒服的 嗨 歡迎來到遊戲頻道 我們講神魔節嘛 我感受 我說死話 我以一個我自身的經驗 好不好 這只是我個人的想法 我體驗不到慶祝的感覺 神魔節上半 我們體驗到的所有活動內容 大部分都是一直在刷關卡啊 黑家家老師的關卡要刷33遍 刷重複的關卡意義在哪邊 然後除此之外 好 退一萬步講 我已經把黑家家老師練到一個滿技了 我已經把地獄集打了15次了 我已經是一個認真的玩家了 你猜怎麼著 活動的點數 還不能把商店裡面的商品全部換完 好像 他是在逼你 在刷一張 33的那個超技 黑家家耶 好像他要你練複製人才能夠把那個商店給換滿耶 這什麼雞八毛啊 我整個神魔節都在刷就飽啦 更噁心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神魔節的期間還推出一個工會任務 他媽我到底要刷什麼東西啊 他媽那 但我一天有48個小時是不是 幹 啊沒有啦 沒有那個 太激動了 就很扯啊 我神魔節整個神魔節的體驗 上半的神魔節 總是一直在重複刷關卡而已啊 這有什麼慶祝的感覺嗎 我是感受不到啊 說實在的 那整個神魔節也沒有什麼推出什麼新的東西啊 總是一直在刷這個重複的關卡 最氣的還是那個商店 刷完了還換不滿那個獎賞 這個真的最氣 這個有強迫症的人已經開始 啞起來了 因為之前推出這種 很多要一直重複刷的關卡 他通常在商店裡面 會給你一個能夠體力藥水兌換的 讓你至少刷起來比較爽 現在沒有耶 擺明的就是要來盤你耶 你就是給我原地刷33次 超級黑++ 你就是原地給我打15次地獄集 我還不給你體力藥水 更過分是 在這期間 還推出個公會任務 直接盤到你臉上了 三瓶藥水 OK 這件事情其實是一個很主觀的事情 剛剛有人喜歡 有人不喜歡 這我知道 但是我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個人的感想好嗎 以上都是我個人的想法 就是 這一次那個問答 圍棋問答我真的是玩得很痛苦 因為也不是每個人都懂圍棋啊 像我就不太懂 然後他又出一些很難的圍棋問答 搞得我 玩那個QA 我還去巴哈爬文 有人有那個拆包的有沒有 拆文抄答案這樣子 更狠的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你要打滿所有的獎賞 你那個問答你要打三 兩到三次耶還是什麼的 哇靠三小 我打一次 就痛苦的要命了 你還叫我打三次 而且那個圍棋問答 他那個 就算你要抄作業喔 他那個還是隨機的喔 那巴哈那邊抄作業 好像只有100題還是多少題 我找超久的耶 就是我可以理解說 好 你要討好黑家家老師的喜好 出個圍棋的東西 合理 可是這真的太痛苦了 不是 我今天玩的我下載的遊戲 是叫神魔之塔 不是他媽圍棋之塔 就你要合作我可以理解 但不是每個人都對圍棋有興趣啊 像這次合作其實也做得不錯啦 有還原到圍棋的特色 但又不是那麼難抖的圍棋 就比如說 這一次就是你可以用角落 去把那個珠子圍住去炸板 這種就很好理解嘛 這種小朋友都會的 那種 又還原到圍棋大家就可以接受 而不是你去出那種很難的圍棋答案 圍棋問答 那真的痛苦到要命 欸還有一個那個 那個模式啊 叫什麼巡氣的 那個也是 我玩到兔耶 那個已經不是在玩圍棋了 他媽在拼手術啊 那個小遊戲 那個拼手術就算了 我就算沒有失誤喔 那個敵人還會打我扣血耶 當然我知道 那個只是因為時間到會扣血 這件事情 但其實這個很反邏輯 會讓玩起來的人很不舒服耶 就是欸 奇怪 我沒有做錯操作啊 你他媽要怎麼打我 好像我 我做錯什麼事情一樣 就這個 以玩家的 遊戲體驗來講 是非常不舒服的 而且容錯率超低 真的 然後我是 我是 我花 我花超有時間才把那個 東西用完耶 他還要重複打五次耶 啊 每個難度都要打五次是三小啦 啊 真的 會吐了 反正重點 重點就是 呃 整個蛇魔戒體驗到現在 我不知道欸 我個人的感想啦 好啊 有些人可能覺得很開心 好不好 那你們就 呃 去旁邊開心 我自己覺得 這真的 好不好 沒有蛇魔戒的感覺 明明很好玩 對喔 我講的就是你這種人 就是 你開心 好 那很棒 好不好 但是我自己 以上分享都是我個人的 想法 我個人的遊戲體驗 就這樣 好不好 那這邊我們聊完了 2023年的蛇魔戒 我們就可以來回顧一下 去年的蛇魔戒 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其中我覺得最大的差別是 在去年代言人 顏熙是有出來 來慶祝這個蛇魔戒的 但在今年 並沒有看到 新的代言人 黑佳佳老師 來出來 慶祝蛇 我覺得慶祝的活動 可能就稍微差了一點 再來 在去年一樣 有這個登錄送免費黑金 加上送免費的抽卡機會 甚至還有 復科就有的黑金抽卡機 那同樣的福利關卡 在去年也都是大同小異 其中最大不一樣的 大概是這個 顏熙的兌換 在去年是有出這個 超技顏熙 不過他是放在競技場裡面 是大家直接去做兌換的 但是到今年 推出的全新 黑佳佳老師 是必須要透過刷重複的關卡 那 在這種體力 不是很夠的情況下 在今年 我覺得得到 這張 超技的代言人卡片 是比較辛苦一點的 好 那再來 在去年也有這個 人面怪鳥養成的活動 今年也進行復科了 還有送免費的抽卡機會 跟直接升的關卡 其實這樣看下來 每一年的神魔節 慶祝活動都大同小異啦 不過今年的神魔節 確實在活動安排上面 是讓人家玩起來比較不舒服的 那當然這以上都是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大家都歡迎 在這部影片底下留下 你對於這次神魔節的想法 那如果大家還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別忘了可以按個喜歡 給我們辛苦的製作團隊 讓我們更有動力 製作全節目的精緻影片給大家 也不用按下你的對按鈕 我們現在是在充40萬訂閱 祝大家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謝謝大家 今天來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